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常表示,要在美墨边界盖围墙,防止移民进入美国。 美国一位高中生之前就穿注印由美墨围墙标语的T恤上学,遭到学校下令要把标语遮住,他依次向联邦法院提告。 综合外媒报道,美国奥勒冈州一位18少年最近对学校提告,因为他之前穿意有围墙制造股份有限公司,围墙已经高了10英制的T恤到学校上人民与政治,People and Politics课程,却遭赶出教室,校方要求他必须将标语遮住才能回去上课。 少年先是穿上外套将标语遮住,后来又将外套脱掉,结果校方就找来保全将他再次代理教室。 少年不满表示,他只是透过一种冷静、和平且尊重的方式表示他的政治立场。 少年的律师,同时也是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麦肯兰,Mike M. Sibling,就表示,本案与美墨围墙无关, 而是与自由言论有关。 不过少年所就读的学校,并不愿对这起官司发表评论。